让教给我们 佛法教我们乐厚吗 教我们贫穷吗 教我们要受别人救济吗 如果是这样的 佛法在这个世间会灭灭 没有人愿意学他 你愿意贫穷吗 你愿意乐厚吗 没有一个人愿意 这个观念是错误 佛法是教我们怎样富裕 怎样得财富 怎样得智慧 怎样得健康长寿 跟你这个讲的完全相反了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不是求佛救济我们 有求必应 是佛教给我们求的理论 求的方法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 你就会得到成果 众善因 彼得善果 如果你要是能多念念历史 我想 以这个想法了 就会消除了 佛教最新的时代 就是国家最富强的时代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时代 你就看看中国历史 佛法到摔的时候 人民就受苦了 今天西方的 这个科技文明进步富强 是一时点 当然也有因素 这个因素很复杂 这个因素很复杂